市長,你怎麼看出這個星雲大師原集,那之前有跟他接觸過嗎? 是,昨天晚上看到星雲大師原集,感到非常的悲痛 星雲大師他在幾個場合都有提到,思想要國際化,學習要現代化 他也在幾個場合特別談到,也就是我們做事擔當要有勇敢心 待人處事要有恭敬心,所以我想這些都是讓我們不管是在私人領域或是公眾事務上面 給我們,讓我們謹記再新的大師會 其實在所上任第一週,我們佛光山台北道場的住持滿千法師也有來市府拜會 當時我們交換了很多意見,他也特別帶了星雲大師的莫寶 那讓我非常的感動,我想他的提點也是未來我們施政很重要的方向,也是市民朋友的期待 佛光山台山啊,星雲大師他的年齡已經有97歲了 那麼生辣也就是說他出家的這個時間也已經有85個年頭 那麼甚至於呢,出家人一定要經過一個受戒 也已經有82個年頭 那麼來到台灣,弘揚佛法也已經有70個年頭 他這一生啊,弘法真的他的貢獻是無可限量 那麼昨天啊,也就是2月5號,農曆的正月十五,下午5點的時候 在我們眾弟子的念佛聲中,安詳的四集 那麼我們非常感念我們的師父上人 這麼樣子疼愛我們,也疼愛所有的眾生 那麼也謝謝各界,從昨天晚上一直到現在 不斷的關心,不斷的關懷 在這個地方,我先代表佛光山謝謝大家 歐彌陀佛 好,那好像我有聽到媒體朋友想要了解一下 家師的一些生病的過程 那麼我想啊,每一個人都有所謂的生老病死 但是星雲大師,他把生老病死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明,叫做老病死生 意思是說,人死了以後,他還會生 生了以後,他又會死 生生不息,循環不移 那麼星雲大師,他還告訴我們 將來呢,來世他還要做一個和善 也就是說,在生死輪迴當中 他是自由自在,沒有任何掛礙 那麼我們都知道啊,人都會有生病 也都會慢慢的衰老 那麼我們也問我們的師父上人啊 老了病了以後,我們應該怎麼去面對他 那大師啊,跟我們說了一個讓我們非常感動的一句話 他說啊,我沒有病耶 他說我只是活動比較不方便而已啊 他說呢,我的內心裡面是自由自在 我很歡喜,我是與病為有 那麼他常常還告訴我們啊,或是告訴信徒啊 他說啊,我要用生命啊,祝福每一個人啊 願你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幸福快樂 平安健康 我想這個就是星雲大師 他面對病苦的時候 他內心的一個寫照 而且呢,不只一次跟我們說 有時候我們看到他,在跟客人見面的時候 客人也都是很關心家師的一些生病病苦的事 他都一樣用這一句話 甚至於我本身是 我們佛光山有一個叫青年團的執行長 他對年輕人也是在說這一些話 所以他的一生啊,真的是不但貢獻無數 他心靈上面的那種豐富 讓我們真的是非常敬佩 所以今天星雲大師 雖然離開我們 但是他所有的言教 都深深的刻印在我們的內心裡面 所以今天各位媒體朋友 過來 我就特別把家師的 跟我們尊尊教誨的這一些看法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說明 謝謝大家 但是跟妳請教一下 那個星雲大師啊 在最後就是他的原集之前啊 我知道說 有媒體報導說 他好像那個 有比較身體不舒服的狀況啊 然後要洗腎嘛 然後結果就是一度喘不過氣 沒有辦法進行 這部分可以幫我們看一下嗎 是的 就如剛才所說的 每一個人碰到生病的時候 其實症狀都很多 有些人可能是 氣喘的生病啊 有些人可能是沒有辦法呼吸啊 那可能有些人還怎麼樣 都很多很多 但是呢 還是回到剛才的老話 星雲大師說 我沒有病 我只是叫做不方便而已 可能一下子呼吸喘不過來 那叫做不方便而已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星雲大師 他的一種血詐 這樣子 好 來 我們可以講一下說 那再來的話 他的後事的話 四方會怎麼安排 目前來講 像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來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 雖然雖然昨天是下午五點 這個星雲大師 這個就是圓滿他的一生了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當你們早上九點來到這裡 佛光山一切盡然有序 我們全部就序完畢 然後媒體朋友過來 我們就很大方的接受大家的採訪 所以剛才您所說的 就是我們一切都有很好的安排 另外呢 佛光山都是有制度的 星雲大師常常告訴我們 要集體創作啦 要制度領導啦 要非佛不做啦 違法所依 那種種這一些就是平常都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那佛光山都是謹尊星雲大師這些教訓 一一去處理 這樣子喔 佛光山的部門有三部嘛 比如說不適合這個智商委會等等 這樣做的用意是什麼 我想星雲大師啊 他生前也其實告訴我們 任何的事情都一切從前啦 尤其我們是平生嘛 來面對所有的大眾 剛才這邊好像有個媒體朋友 大師有沒有在之前 有什麼特別的遺囑真跟這個行裝 呃 那個我想齁 我會請我們人間福報 他有在有一本書叫做平生 有話要說 他其實在第四十章的時候 叫做真誠的告白 那麼這次星雲大師很早 就把這一個都寫好 那這一個真誠告白的 主於就是他的遺囑 那所以我會請那個 我們福報齁 剛才接待你們的那個媒體齁 他把這一個資料再交給各位 媒體朋友這樣好嗎 裡面有很多他的話 那但我記得還有一件事 我也先跟你們報告 在2016年 就是佛光山的開山五十周年 那麼星雲大師啊 有一天就跟我們召集過來 他說佛光山已經經過五十年 那接下來佛光山的未來五十年 我們怎麼樣子繼續 這個等於剛才你們關心的 佛光山未來的走向 大師就跟我們講 佛光山將來要朝教育文化學術 這一個藝術還有體育 還有資訊還有音樂 要朝這幾個方向去推展 那麼有沒有發現到 他好像是突破傳統的模式 那後面大師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要擴大人事的參與 也就是說讓社會大眾 都能夠來認識人間佛教 共同去推動所謂的做好事 說好話存好心 給人信心給人歡喜 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然後大家共同去造就一個 什麼樣子的幸福社會呢 就是叫做自心合躍 家庭何順 人我何盡 社會何諧 世界何平 因為你能夠推動三好 就是叫做人人行三好 世界會更美好 我想這就是大師的一個心願 希望我們不但是出家眾 還有這一個在家信眾 共同來推動的一件事情 老師大家請教一下 因為幸運大師比較特別的 也是大家覺得他很勇敢的地方 就是他很關心政治事 那其實他關心的對象不分藍綠 那他是不是其實也很鼓勵信眾說 應該要關心政治這樣 其實政治這個含義就是叫做眾人之事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就是星雲大師是非常關心社會 就好像星雲大師在1991年2月3號 有創立一個佛光會 那麼這個佛光會最近在推動什麼呢 就是叫做T-Earth T-Earth還有這一種推動素食的概念 然後甚至於推動很多環保的議題 這個就是社會議題啊 這個也是政治就是眾人之事嘛 那麼現在的這種環保已經出現這麼大的危機 我們當然要去重視他 所以您剛才說的 這個告訴我們是朝這個方向去發展 OK 那昨天大師有沒有在最後還有在掛念什麼 特別的叮囑你們 其實我們看到星雲大師啊 整個面色安詳 在我們眾位弟子齁 那一種所謂的這一種就是念佛身中啊 就像剛才這樣子這個就是念佛身中 本師釋迦摩尼佛的聖號當中 這樣子安詳入睡 就好像在睡覺一樣 所以我想他的遺舉就是要告訴我們每一個人 要放下自在 這樣OK 這樣可以了嗎 其實在原則的時候 他是還有必須認得出我們每位弟子嗎 原則上齁 我們有些弟子啊 去探望他的時候 星雲大師都知道 他都認得出來 都認得出來 都認得出來 所以他是整個在這個 等於就是在人啊 老了就是會器官衰竭嘛 器官衰竭 就是在這種睡夢當中 這樣子 離開人間 這太好啦 每一個人都希望這個樣子啊 安然四世 這個太好了這個 尤其我們在念佛身中 看到他那麼安詳 我們說實在 我們的內心 都為我師父高興 那我們也相信我師父 將來一定趁願再來 他說他來生還要做何事 我們還要繼續跟隨他 謝謝大家 謝謝